塗在一些特別有需要的地方 例如臉下的地方 覺得有肝醋或者血脈彈腎的位置都可以 接著就是Lotion Mask 除了Lotion可以早晚使用一次之外 其實我都會建議給大家 一個星期可以用一次做Lotion Mask 怎樣用呢 也是一樣 洗完臉之後 我們也是倒這個胡葡萄 然後弄一張棉花比較濕透 然後輕輕把它撕開 把薄片敷在臉頰和顏頭上 這個做法也會令我們在短時間 10至12分鐘內大量的喝多點水 然後我們再同茶尾白的成分 也會吸收得特別好 不要由削至幸 這件事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無意之間都會這樣去做 所以記得第一個原則 我們要記得由下掃上去 動作一定要由下掃上去 首先來說 我們也要用中指 要用中間的手指摺 需要貼著臉部 我們塗的時候 要在臉盒的開始塗 然後到顏頭的位置 然後到眼睛 貼著位置 然後我們想增加吸收的能力 我們便會用一個零手掌 包裹著臉部 包裹臉部之後 然後到處都可以做這個動作 這個來說 亦是我們軟的手 能夠幫助我們吸收得更加面前的 最後我們需要留意 就是肝臭的地方 尤其是拳骨 我們也可以再加一些 加清一點的份量 再看一下就是加強的應用緣 加強的應用緣 亦是想提升滋潤的效果 我們也可以在拳骨的地方 可以打圈 然後由眼頭開始上去眼尾 這個動作也可以幫助我們 增加我們這個位置的滋潤的光澤感 我們用了這個動作的話 之後我們會發覺眼睛的地方 比較明亮一些 第二就是提升的膽色 我們首先用兩個手指 由這個下巴的地方 像剪刀一樣將它貼著 一直掃到耳朵的底下 這個動作也是 我們可以做兩至三次 亦都會提升了我們臉部 臉部的這個 臉部的這個 我們臉部的這個 臉部會更加流暢 第三 亦都需要認真地調查 剛才也都說過 容易衰露的時候 眼的眼角 鼻翼的地方 會容易有陰影出現 所以我們調查的時候 盡量會利用在 审指側面的地方 我們將我們的護膚粉 盡量貼近眼尾的地方 鼻翼的邊位 還有咀角的位置 這些地方 盡量我們將它 擠多一點的護膚粉 在美白的情況下 這樣更加會令到 整個臉部都會有亮白的效果